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画冒险电影 冰川时代四,大陆飘移 松鼠又准备在雪地上藏进松果 他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结果这一次,整座山直接裂开了 松鼠也随机掉了下去 途中他看到了巴克已征服了几倍龙 但松鼠并没有停止下落 他穿过了地壳,地蔓,外壳 最终来到了地球的最深处,内壳 在这里,松鼠并没有停止追逐松果 随着内壳的转动,整个地球的陆地山川开始分裂 慢慢形成了七大洲,四大洋 松鼠也在内壳的反转中又被弹回了地面 另一边,猛马像曼妮一家在他们的家园幸福地生活着 女儿桃子也长成了一个小姑娘 她活泼好动,喜欢冒险 情窦初开的桃子还问父亲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跟男孩一起玩 曼妮说,除非等我死了 好像每个附近都是这样的吧 一天,希德的家人坐着一辆雪橇来到这里 再次看到自己的老爸老妈 希德非常的高兴 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 家人只是想将年迈的奶奶丢给希德 他们要去旅游 带上奶奶就是累赘 希德也是非常的无语 这天,桃子又和艳鼠朋友路易斯去偷看帅哥伊桑 结果桃子不小心滑下山坡 与伊桑撞到了一起 虽是个意外 但桃子却非常的乐意 这时,曼妮突然出现 她拆散两个小青年 并将女儿狠狠地训了一顿 不服气的桃子还与父亲发生了争执 这时,地面突然出现了裂缝 而且越来越大 将曼妮和妻女完全隔断 这正是松鼠惹下的大祸 曼妮大叫着 让家人到大陆桥等自己 但此时山崩地裂 曼妮所处的冰块已被海水冲到了远方 所幸这冰块上还有自己的两个好朋友 希德和蝶哥 就这样,伙伴们开始了一场海上大冒险 而这海上的气候非常恶劣 不久他们便遇到了一场大风暴 巨浪在不断地拍打着冰块 随后,一阵龙卷风袭来 整个冰块被卷到了云层之上 在这里他们还看到了美丽的彩虹 不久雨过天晴 动物们发现离家已越来越远 希德说,至少我们还活着 还能在一起 蝶哥也是这么认为 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战胜的 这时,他们发现奶奶竟也在这冰块上 原来她只是在这树洞里睡了一觉 醒来后就到了这里 她懵懂地向前走去 结果掉到了海里 随后海底的鲨鱼也让她的味道给熏晕 据说,奶奶已有几十年没有洗过澡了 而此时,松鼠正好也经过这里 她发现了远处的一座小岛 松鼠爬上去后看到了一具骨骸 并发现了海底的松果 于是,松鼠抱着一块石头跳入了海中 为了一个松果,你可真是够拼的了 结果她好不容易拿到松果后 却发现只剩一个壳 而这壳上竟记录着一张藏宝图 这时,一个鱼骨毛突然射中松果壳 松鼠也一同被拖到了一条冰船上 原来这竟是一条海盗船 很快他们与曼妮一行相遇 并且迅速地控制了冰块 海盗头子是一只叫盖特的星星 她的副手是一只母舰吃虎,希拉 随后,盖特命令手下展开了进攻 在冰球炮弹的攻击下 曼妮一行很快便被抓获 在海盗船上,盖特看着强壮的曼妮 便劝说她加入自己的队伍 从此便可以吃香喝辣的 曼妮可不想成为海盗 她要回去找自己的家人 看着这头猛马像如此不识抬举 盖特便决定将希德和奶奶丢进海里喂鱼 来个杀鸡儆猴 危急之时,曼妮和迭哥挣脱了绳索 对海盗们进行了反击 身强力壮的曼妮还将一颗大树撞倒 而海盗船在大树的撞击下发生了断裂 随后沉入海中 盖特只得带着一帮手下坐着冰块离开 希拉却被他们抛下了 随后,另一冰块上的曼妮团队将她救起 而迭哥对这只母舰吃虎也颇具好感 另一边,艾莉和桃子正带着动物们迁徙 现在没有了父亲的约束 桃子很快便与伊桑聊到了一起 连睡觉时也看着远处的伊桑 追入情网的人好像都这样 第二天,曼妮团队发现了一个小岛 他们奋力划了过去 结果一上岸,希拉便一溜压地跑了 当然,还得迭哥去追 在山顶上,迭哥总算将希拉抓住 同时,迭哥也看到了回家的海湾 并发现这里就是海盗们的大本营 大群的仓鼠被海盗们奴役 正在打造一条新的海盗船 所以曼妮团队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就是联合仓鼠打败盖特 抢走海盗船 随后,希德用她蹩脚的肢体语言 总算让仓鼠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晚上,迭哥再一次去劝说希拉加入他们的团队 其实就是想让希拉做自己的老婆 但希拉再次拒绝了她 还说我们各有各的团队 而且我还是船长的大富 而迭哥却说 现在,盖特已将你抛弃了 另一边,曼妮正给仓鼠们讲解作战计划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而此时,希拉却突然逃走了 她准备将曼妮的计划告诉盖特 但盖特却对她还理不理 在太阳出生时,仓鼠们拿起武器立好了队形 但这些小动物却遭到了海盗们的嘲笑 你们确定不是来送死的吧 不过,仓鼠的后盾可是强壮的曼妮 当海盗们冲过来时 却发现自己中了调火离山之计 此时,曼妮一行已朝大船奔去 而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希德 却因贪吃毒果,造成全身麻醉动弹不得 使大船提前离岸 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曼妮力挽狂澜 她带着希德成功回到船上 而迭哥要追上来时 却让希拉抓住 眼见大船就要离开这里 迭哥急忙让希拉跟自己一起走 其实这两天的相处 希拉也看出迭哥和伙伴们都是好人 不会像盖特一样无情 所以希拉同意了迭哥的请求 但这时,盖特一会儿已追了上来 希拉为掩护迭哥离开,并没有登船 眼见自己的大船被开走 盖特一怒之下,竟推倒了一座冰山 就这样,他们又拥有了一条船 并向曼妮一行追去 而希拉的叛变行为也让盖特很恼火 他准备给自己增添一张新的虎皮 另一边,桃子为了讨好伊桑 故意说路易斯不是自己的好朋友 结果又正好让路易斯听到 他气愤的钻走了 而伊桑一会儿也没将桃子当成好朋友 还说他的家族有一半是富属 你就应该跟艳鼠一起玩 这时,桃子总算知道自己在伊桑眼里的分量 也知道谁才是自己的朋友 此时,大船上的迪哥正望着天上的月亮 想着他的心上人希拉 突然,他的前方出现了希拉的身影 而希德也看到了一只美女树烂 正向他搓手弄姿 同时,奶奶也看到一位猛男向他示爱 曼妮也是一样 他看到艾莉和桃子正在呼唤着他 但曼妮很快看出了破绽 原来,这都是几只海妖制造的幻象 他们利用动物们的思念之情,让大家陷入已你春梦之中 如果晚即秒醒来,大伙都成了海妖的美食 这时,桃子跟妈妈已来到了与父亲约定的大路桥 但这里也被移动的板块所摧毁 而动物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当曼妮赶到这里时,却发现 桃子和艾莉都让盖特给劫持了 为了自己的亲女,曼妮只得束手就亲 这时,燕鼠路易斯仗了出来 她让盖特放了大家 结果又遭到了海盗们的嘲笑 但路易斯没有放弃 她用冰块砸中盖特 曼妮也争夺了绳索 双方又混战了起来 此时,奶奶连声呼唤她的猛男来救自己 结果出现的竟是一头鲸鱼 怪不得一路上奶奶不停地丢水果 原来是在喂鲸鱼 随后,希德和奶奶骑着鲸鱼一跃而起 并发射水枪将海盗们击退 而此时,盖特正要对艾莉下毒手 于是桃子像附属一样地冲过去救妈妈 曼妮则与盖特在冰块上激战 最终,盖特被打败 而曼妮也被甩到空中 这时,希德控制着鲸鱼救下曼妮 而掉入水中的盖特也被海妖所迷惑 一只母星信任她无法自拔 所以她成了海妖们的美餐 影片的最后,动物们找到了新的家园 经此一劫,曼妮也开通了许多 允许桃子跟路易斯在一起玩耍 桃子也为自己曾经的任性感到抱歉 当然,迭哥和希拉也走到了一起 而在海上漂流的松鼠也通过宝藏图 来到了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这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由松鼠们统治,有着数不清的松果 结果,又因为松鼠的鲁莽 整个古城沉入了海底 本篇她用一个分离的故事 讲了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道理 前三部中分别讲了友情,爱情和家庭 而冰川时代四讲的却是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 同时精彩的冒险经历,也极大的丰富了冰河的内涵 在酷热炎炎的夏天,更能给人带来丝丝凉爽和惬意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